人们在思雨排斥首 我真的不喜欢王星 但是不代表别人听起来她不美 是这样的 当我写女性的时候 大家说为什么就写男性 没有为什么 那没有男性怎么会有女性 对 然后我就变成了鸭子的基因 鸭子身上就有谭维维的基因 哇 好浪漫啊 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别人 关注我的感受 谭维维三个字 哇 它出现在别人的眼前 我有欲望 我到现在一样的有欲望 但是你怎么样去慢慢地去化解解决吗 慢慢我知道这三个字 为什么不是 你现在还是谭某某吗 当然 我会去检讨和反思 但是我不大会去后悔和讨厌自己 觉得没有谭某某也没有 今天坐在你的面前 当下的这个热热乎乎的这个我 谭某某从这张专辑来说 它真的是打开了我心里的一扇门 好像知道了我从哪里来 现在在干什么 未来要去哪儿 也知道我不要什么 想要什么 因为每天都在更新和变 那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比以前放松了 也没有以前紧张 以前可能更多地关注到工作 但是现在可能更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事吧 我肯定是追求完美 同时我也知道不可能有完美 就像我非常不喜欢我的声音一样 当然别人会认为一点反尔赛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很难理解 我真的不喜欢我的声音 但是不代表别人听起来它不美 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你拥有了你总是期望 要更多一点嘛 从一树到前 不温柔而似无限 从前树到远 来呀去呀都有眼 走一般沉静 静白 冰暖 空上 又想起 若有来生 您想给谭燕美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真的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我很很有信 我既有谭维维也有谭某某 还有谭燕美 就是就像一个人格分身一样 你会在不同的所谓的壳里面找到一个安全地带 我最近也在问自己 如果谭燕美会是什么样子呢 谭燕美一定是一个更自由的人 她可能会一生 我想啊 就会开着车在路上 不停地走 不停地走 她还不用结婚 她也不用有什么特别的工作 她可以随时都可以舍得和放弃 好有一次 谭维维吧 还是一个服务性人格 甚至讨好性人格 所以说我觉得希望 希望想象中的那个人更加的浪漫一些 更加的洒脱一些 被风吹到这个山谷和海洋了 对 然后我就变成了鸭子的基因 鸭子身上就有谭维维的基因 哇好浪漫啊 或者变成花变成树 因为它是吸收土 我为什么要说个鸭子 因为我刚刚真的想到了鸭子 好有趣 那我不是就轮回了吗 就来生然后很浪漫 太浪漫了 不叫小卷 画面是我们最后防线 社会新闻总动半年 关于这种社会话题 很多人说是一个难啃的骨头 就稍不小心就会遭来谩骂以非议 您为什么想对这个女性的话题 来进行一个讨论 而且是展现在音乐里面 其实我四五年前 突然就有一个这个想法 以前都是关注自己 当我慢慢地关注到身边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它简直太美妙了 因为我长期做民间音乐的调研的原因 所以说我一直都在期望 做不同的民族的女性群体 一个群像 然后去到了不少的地方 我是前年在街上 在上海的街头 突然碰到我一位音乐人老友 就说到了我要做这么样一个专辑 他说 维维啊 你总是让人觉得很有距离感 不管你的作品 还是你舞台上的呈现 那我们了解你知道你是一个 哎呀 甚至有点脑子有点卡的一个女生 这个人好像不太鲜活 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大的一个客体 把一个女性群像变到个体 当回到女性个体的时候 哎 我觉得更加的透明了 因为它就更鲜活了 当你去慢慢只要走进生活去了解 然后去跟他们相处 甚至聊天 你就会分享到很多他们的生活 爱情观 还有他们对周遭的这些感受和看法 像阿果是当时我去遗族采风 我觉得很巧的是 我当时本来是想去采访年长的一些老奶奶 我还去到了那些地方 我记得当时我跟老奶奶说 我说你能不能哼一下 你们过去哼唱的一些出嫁曲 或者是一些 就是儿时的一些山歌小调 他们哼出来的全部是革命歌曲 他们忘记了 他突然忘记了他们童年的生活 就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虽然她的名字不叫阿果 一个遗族的小女孩 他们正在准备要做一个成人礼 我就看到了他们成人礼的整个过程 非常的让我感动 我那一瞬间觉得 像我们这样的年代 对于情感反正就是没有那么的坚定了 在成人礼当天 他们的叔父会背着他们架给一棵石头 或者一棵树 或者一个湖泊 意思就是说 未来你还是要为人妻 为人母 现在让你体验一下 这个石头就是你的老公 那有没有达到 就是社会上对女性群体的关注的 这一个预期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在做音乐的时候 没有去特别设定 它会爆 会火 其实在十年前 可能做专辑的时候 会有一个 比如说主打歌 或者是这个歌会 专门为某一类群体写 但是到了十多年之后 我觉得做这张专辑 已经放弃了这些了 就是因为只有听的人 答案都在听的人 其实这个社会 不仅仅只有女性还有男性 那不仅仅只有强和弱 当我写女性的时候 大家说为什么不写男性 没有为什么 那没有男性怎么会有女性 我们是共同的 我们是缺一不可的 我的家乡在农村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我觉得在我看来 更加地让自己放松和自由 就可以了 看到一些女性 都爱美 爱漂亮 也同样爱名牌 我觉得不用去避讳 没有问题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 首先要特别地自信 而且需要自知吧 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 像之前唱三十岁的女人 包括晚婚 包括这一次 有不同角色的女生出现 都给我很强的一个自信 也会更爱自己 让我擦去脸上纸粉 让她听完全部传闻 将来若有人跟我争 我答应不会默不作声 她能不能 能不能 不要再去埋怨 别人不听你的歌 和买你的专辑了 因为你还没有做到更好 最终有一天你发觉 你谁都讨好不了的时候 你还讨好干什么 但我们伤感 就在我们情绪里面嗨一下吧 小时候 我特别喜欢比尚乐队 我老想搞一个乐队 像他们一样 在舞台上 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顶真乐队 可能就太小了吧 顶真乐队太小 结果没有成功 我在更小的时候 有想成为的人 但慢慢觉得 那是跟自己树立的大山 你就永远翻不过去 翻不过去 就是当你把大山推倒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广阔 穿过旷野的风 你满血走 我用沉默告诉你 我醉了酒 无浪漫脱的夜 那么近那么近 这么多年来 您觉得您的这个音乐风格是什么 我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 宋可老师说 你啊就是十八般舞异 样样清通 但是都没有一个让人记住的一种风格 当时很打气我 我说 我就像个万金游 当时因为我们是湖南卫视选秀出来 有任何地方 缺个这个唱个 来来来你来你来 这个节目缺一个唱这种类型的你来你来 我当时觉得我很受挫 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救火队员 慢慢长大 我觉得真幸福 我现在真的不想有任何一种风格 一点都不想 我觉得 我其实很质疑人设这个词 为什么要跟人设定一个框架呢 我们永远都是想打破它 还要设人设 设啥呀 所以说我觉得 不设限 是最美好的 我们那个时候粉丝就举举灯牌 呐喊呐喊鼓鼓掌 粉丝经济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我是生活在山顶东的人 我除了微博 这是微信 时代一直都在变 当然要学习更多新的一些知识 和了解很多当下发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还是不能 不能偏离自己的轨迹太远 你永远不可能抓住市场 天哪 怎么可能 所以说最终有一天你发觉你 谁都讨好不了的时候 你还讨好干什么呢 真的是 那您在出歌曲的时候 或者发微博 我不相信您不会关注一下 说有多少人点赞了 有多少人转发了 我跟我同伴说 不要再去埋怨 别人不听你的歌 和买你的专辑了 因为你还没有做到更好 我老是用这个话来 编测我自己 所以说当我看到 那天我看到QQ音乐的转发 很少的时候 我说我差得是不是太远了 是离当下的收听习惯远 还是我们就是很边缘 为什么哭了 用什么擦泪 手臂或微风 但是这个跟 比如说您之前 我做自己 我不想做讨好型的人格 会不会有点点矛盾 人就是矛盾体 我不相信一个人 只有这样一面 不仅仅是公众人物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也会去关注 像我之前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我在浴缸里哭了一晚上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网络暴力这四个字 就看到网社 太多太多人骂 骂我 没有接受过这种完全不认识的人 对你的负面的一些评判 有一段时间 我就选择了最笨的方法 不听不看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你又去看 然后慢慢你会越看越觉得有趣 很好玩 你就不会再去追究 他这样看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要去看 就您最近在这些综艺节目上 出现也蛮多的嘛 那您觉得像 不管是选秀还是综艺节目 是一个对于歌手 一个比较好的展现舞台吗 当然对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卡带 听CD 但是现在在综艺节目 特别音乐类的这些节目 它都会更全面地去让你 去展示这个音乐作品 虽然我在出CD 但是那天我还在网上 跟我歌迷聊天 我说哎呦 我是出唱片了 我CD机没了 他们还说来众筹一个给你 我说自己去买 它就是变成这样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 适应这种变化 陪我啊娘娘 无聊天啊 能下会儿死头死滑翰 鸟儿背着那太阳飞扬 东边飞到心那边 摇滚对你来说是什么呀 摇滚它可能对于很多的人来说 它就是一个音乐风格 它可能是一种表达方式 它可能是我们听到的 有吉他贝斯鼓 这种现场演绎的方式 或者是看到纹身 看到一种长发 那太行事了 对于我自己来说 生活当中可能这个音乐风格 它不一定是听起来那么摇滚的 但是它叙述的态度和故事 它有自己的一个想表达的一个坚定的态度 也就是态度 大家都说愤怒出摇滚 不满出摇滚 那您愤怒吗 我就特别鄙视 不是这样的 年轻的时候都有个性 都是特别的热血 可能事情不对就要呛起来 但是年龄大了 我越来越觉得 不是什么生活把人磨平了 而是知道怎么样理智地去选择 但依然可以做你认为坚持的事情 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活智慧 不是觉得热血就没有了 激情没有了 如果光是只有激情和那个表现形式才是 才是的话 那不是太浅了吗 我以前也出过一首歌叫《我反对》 它很直接 但是你会觉得在现在来听 是很依然很热血 但是就是说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真正能反对什么 对吧 那不是就是一个口号吗 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假巴空喝口号 那最后你干了一个这样的事 你还唱过另外一首歌叫《喵喵喵》 其实唱的其实非常好 改编的就是爵士味道 但其实这首歌也是叫网络神曲 网络口水歌 我还是觉得就是 它存在有它存在的原因和理由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收听和喜欢呢 是因为他们的旋律简单吗 还是因为他们说到的话题是大家更关注的 还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没有办法安静静下来 像这种网络歌曲啊 可能创作过程非常的快 而这些严肃音乐人他可能深耕很多年出来的歌曲 可能无人问津 那您觉得这样会不会对真的严肃音乐会产生比较不公的对待呢 我真的不觉得应该用公不公平来衡量 我的一个朋友做了一个软件 那个软件就是你只要输出一个所谓的核选 一分钟就出了一首歌 因为人类阻止不了科技的进步 很可笑 其实中间一些更投机取巧的人就会被淘汰掉 那么留下来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用心的去创作 严肃音乐也好 或者是民族音乐 古典音乐也好 依然去兢兢业业的去用更传统的方式去做的这样的人 一定会留下来的 因为最后好的作品依然会走到人的心里 还是要看时间就时间考验一起 对 我还是觉得 我觉得不用齐累吧 我们关注的是我们感兴趣的 我们看到香港的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明星 或者是那些电影 我们就会特别的回忆 我们到了一个自我 自嗨的一个状态里 我们自己赋予这个情绪太多 我们那个时候的主流 那是我们那个时代 因为时代已经在不断地翻篇 已经在不断地前进了 但是其实现在小朋友的创作 不管是电子音乐 还是他们写歌的创作音乐的方式 我们都是稳所未稳的 我没有办法跟林立后产生共鸣 我可以去了解他 但是我不能强迫他来理解我 大家都在自己的时代发挥自己的能力吧 对 我们应该更开放和打开自己的眼界一点 对 但我们伤感就在我们情绪里面嗨一下吧 为了是他们的 你不得不承认 但我们依然会坚定地做我们的音乐 你想跟维游老师唱首歌啊 好 可以吧 维游老师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 唱什么歌 如果有来生 如果有来生 来 维游老师有请 我给你些心 你不会灰心 就这样吧 那未来有没有说 继续保持这个 还说有一个更多的期许 我觉得我会更津津 更津津 更加地放松一些 我会选择很多途径 因为我是一个很笨的人 比如说 我经常会说着说着 我发现自己 哎呀 我怎么肩膀硬着的 不放松 那如果我的身体不放松 我的心思怎么会放松 所以说后来我会选择一些 有点笨的一些方式 去做一些真正的一些 放松的一些条件 我记得高晓松老师跟我说过 他说你们老师在念一些咒语 你知道他的意思吗 我说您告诉我他什么意思吗 他说就是对着茫茫人海修行 那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到了深山 深山野林一个人 那是环境给予你亲近 不是你真的内心亲近 当你有一天在嘻嘻嚷嚷的人潮当中 你还能让自己平静 能更加地自如 那可能你真的是 有了更好的心得 超脱了 对 就是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心理 的